麦了的新极社区货班社区景观营造类建筑原野讲 得奖的幕后推手就是在地艺术家林景山 接下来新闻带您看到林景山是如何在短短时间之内 就让新极成为全国的社区亮点 造型可爱多用途的农村时代古仓 加上由养住饲料桶改造成的大型溜滑梯 现在都成为社区小朋友假日热门去处 而这也让云林麦了新极村 成为今年社区景观营造类建筑原制奖的得奖社区之一 我感觉我会把这个艺术和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融合 早期是可以很少而已 所以我们的一个东西 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再用 林景山设计的古仓用途非常广 像这边放茶杯 这个放茶叶 还有加上镜面成为梳妆台 全都是用纸混入黏着剂而成的 材质轻 质感好有间距 实用性 尤其用草帽覆盖当屋顶 做法更是与众不同 这个东西最困难最初就是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那东西要切这个材料 一般说要切这种材料 因为我们这些比较缺乏 这种组练这种的东西 要用我们的稻草 因为这个很小嘛 稻草用起来会比较稀斑 所以到后来想法是说 我有一些这种东西 北藏的东西 所以我来使用这种东西 在全新打造的社区公园里 林景山隐隐为傲的作品 包括这些多样化的竹篱笆 还有让民众泡茶聊天的鸭母聊 我们设计的这种要让他们玩的地方 小朋友在这里玩耍的地方 所以这个竹篱笆 所以我的那种东西 它把它切成比较活泼 所以每一片一片 它的发样都会把它做不一樣 算有一种教育性 妈妈跟爸爸找小朋友 它可以教育 那个支离包 它做的东西有很多样子 比较单调 全新投入社区绿美化计划 林景山就像社区点装师 把原本荒废的土地活化 让新极社区真正亮起来 新团队电视 料理分层月秀台湾云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